那我想就依照总统府的那个稿子说明 新旧内阁交监狱 许愿的外交部长吴钊燮被追问 因为前一天傍晚六点 他陪同总统蔡英文 致贺电给刚在捷克总统大选胜出的帕维尔 创下与欧洲元首通话首例 蔡总统露出笑容进行电话会议 通话过程中 总统代表台湾政府与人民 恭贺帕维尔高票当选 谈到捷克与台湾理念相近 期盼双方继续合作 推动紧密的伙伴关系 而帕维尔表示台湾是可信赖的伙伴 捷克坚定站在民主体制同一边 不受威权主义胁迫 随后帕维尔也发推特 表明刚与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 还说很希望未来有机会能与蔡总统见面 事实上帕维尔首批通话的元首 除了蔡总统 还有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 以及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 显见对台湾的重视 台湾跟捷克在地理位置上是相当遥远 蔡英文的议长不仅来台湾访问 总统当选人也跟蔡英文总统来进行对话 所以我相信理念相近的国家 面对中国的战烂外交 会站在同一阵线 一起彼此加油 61岁的帕维尔也是前北约军事委员会主席 陆军将军退役的他 曾当过捷克参谋总长 首度参选总统就拿下五成八得票率 成为捷克独立后第四任总统 而帕维尔是知名的对中鹰派 把中国视为安全威胁 在台阶互动越发频繁下 两国未来势必将有更多交流 捷克总统大选已经落幕了 这个新任的当选人 这位准总统 就是这一位帕维尔 那么昨天我们的蔡英文总统 也是特别打电话去祝贺了 两个人的通话有长达15分钟 这真的也是创下了我们台湾的总统 打电话跟欧洲的元首通话的首例 这个的历史意义其实是相当不凡的 尤其这位捷克总统 未来的准总统帕维尔 不只是跟小英通电话 昆程议员我们看到的是 这位帕维尔他还直接在Twitter上发文 他也特别写了 很感谢蔡英文总统来电这样子祝贺 那尤其最后最后他写到什么 他说希望未来有机会跟蔡总统见面 哇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有可能他要以总统的身份 飞来台湾吗 因为大家都还记得 其实两年多前 2020年的时候 捷克参院议长维德奇就来台湾访问 当时在立法院的演说 也是感动了很多人 那么现在有机会台节之间 我们要更进一步的交流吗 会不会这一次总统真的自己来 来议员 我们是很期待说 如果真的有机会的话 这个捷克刚当选的总统帕维尔 真的有机会来到台湾来参访 那其实台湾跟捷克的关系 大家想说这个实际上距离是很远 但是两个国家都是民主自由人权 这个普世价值是相同的 那所以台湾跟捷克 也因为具有这些相同的价值 是一个民主同盟的国家 那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外交的突破 那要非常非常谢谢我们的外交部 还有我们在欧洲工作的一些外交人员 这个我想应该是准备了很久 就确定说帕瑞威当选之后 然后有这通电话 大家还记得在2016年的时候 当时候川普也是刚当选总统 没多久 他还是当选人 那时候蔡英文总统也曾经跟这个川普 有打过电话 那那时候因为川普 他是刚当选他是总统的当选人 他还不是正式的总统 但是当时候这样子的举动 已经引起中国非常大的反弹 想说这个未来的美国总统 怎么可以跟这个蔡英文总统接电话 但是当时候川普就说 我还没有接任 我是这个总统的当选人而已 但是中国已经引起这个非常大的一个反弹 那这次也是一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外交上的突破 或许以后这个台湾的弹性的外交 模式会更多元化 那这次也是一样 这个帕威尔 他是刚当选没多久 那他也是用这个总统当选人的身份 跟这个蔡总统两边通电话 那中国共产党 有没有这个极力的这个打压跟反弹 也是有啊 因为他们认为说这个捷克跟台湾 没有正式的邦交 那为什么今天帕威尔会打电话给蔡总统 那么刚才说过了 这两个国家 其实都是具有这个相同的这个民主的价值 而且大家都知道说这个帕威尔 他之前最高的 曾经担过这个北约军事委员会的主席 那他的立场也非常清楚 他就是说认为跟这个西方 或是跟北约 就是跟美国是比较亲近的 那跟这个俄罗斯 或是跟中国 他是比较保持比较远的距离的 那还认为说 中国会对于未来的捷克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经济 外交安全上面的威胁 那所以他是跟台湾比较接近的 跟中国是比较远的 那所以说现在不论是 捷克的这个总统当选人 或是这个韦德奇 这个参议院的议长 他上次也是这个一样 高票在连任议长 那所以说捷克跟台湾的关系 未来是非常紧密的 那其实这个外交的模式 我觉得也通用说是 台湾跟其他的欧洲的国家 也都是一样 过去我们常会讲说 好像台湾跟这些欧洲的国家 好像比较没有这个实际上面的一个互动 但是因为在中国崛起之后 对这些欧洲的国家 已经造成非常大的一个威胁 那所以这些国家 北约的这些国家 欧洲这些国家 跟美国跟日本 渐渐跟台湾 有了非常好的一个 非正式的这个外交的关系 我相信说这方面都是因为 台湾的这个外交人员 做了很大的努力 那台湾在稳定这个亚带区域的 这个和平这方面 也做了很大的努力 所以让这些欧洲国家 美国日本相信说 那台湾就是在这边 跟大家都是同一个阵营的 那也是对抗中国的威胁 所以我觉得从这个捷克的例子 可以来看就是说 你看捷克他也是认为说 中国是对他们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威胁 那未来俄罗斯可能也是 对于这个北约是一个非常大威胁 在这次的总统大选当中 他们选择了帕维尔 是坚决就是说站在民主阵营这边 比较清西方的 那接下来2024台湾要总统大选了 那台湾还有人在讲说 这个不要跟这个共产党 好像跟中国 这个不要去挑衅他们 不要去激怒他们 然后这个只要这样子 这个台湾跟中国的关系就会好 我觉得完全是错了 就是说唯有台湾自立自强 而且跟这些民主国家靠着越境 台湾才有办法更强大 更保护我们自己 那不是说跟这个很多国民党人 在讲来说 你看你们就是民进党 去刺激台湾 那甚至还说 未来如果美国的这一个 中医院的议长要来 千万不要来 来之后会对台湾造成很大的影响 美国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 中医院的议长要去世界上 任何一个民主的国家 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 对啊 为什么国民党这些人 包含赵绍康这些战斗人 觉得说最好不要来 来之后会对台湾造成多大的影响 所以从这个捷克的这个例子来看 我就认为说台湾目前的政这个战略是正确的 就是跟这些民主自由的这些国家保持友好的关系 万一未来这个中国在威胁台湾 我相信这些国家会跟我们站在一起的 你看这炮威尔打给蔡英文打给泽文斯基 为什么泽文斯基也是受到这个俄罗斯的侵略 这都是有特别的意义的 都是有特别意义的 都是台湾跟乌克兰都是在两个强权国家的旁边 都遭受他们威胁 所以炮威尔这个举动是相当有意义的 这位准捷克总统说绝对是相挺台湾 不要受到威胁的胁迫 那我想请教这个委员 就国民党的立场 看到台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好 到底是乐观其成 还是很坚持 因为其实连外媒路透社都已经观察到 他说其实台湾跟捷克 我们没有正式的邦交 可是总统可以跟准总统帕维尔这样通话 他们用了四个字 非比寻常 翻译过来是非比寻常 这样的形容词来形容 他说这是外交突破 意想不到的外交成功 当然另外一方面 路透社说很有可能会激怒北京 那通常国民党的人 好像都很喜欢捡最后一句去讲 那我不晓得维远这边怎么样来看 我想这个国民党当然没什么好紧张 当然是乐观其成 毕竟这个国家外交 真的跟他紧张 当然是中国大陆 那老实讲回到这个台湾跟捷克的关系 捷克是一个很特殊的存在 因为他对台湾来说 或中美国真的很友善 包含以前我们看到韦德奇 当时议长来台湾 然后讲这个我们都台湾人 然后后来在防疫的时候 两个国家彼此也互相互助很多事情 那到去年的时候 其实当时的那个捷克总理 他们也签立一个备忘录 针对半导体跟教育跟科技等等 看得出来 虽然他是欧洲的一个国家 离他蛮远的 但彼此合作的这个基础 跟信任感是蛮强的 那其实这是这一次 这个捷克这个准总统 他来跟蔡英文通话15分钟 他其实对于这个中国大陆 对他的一个威胁跟他的恐吓 他是说他是遵从所谓的一中两制的 这样子的原则 他两制是指说就是有不同的制度 那你说有不同的对待方式 那我也认为还包含今天将其成绩也有讲 这种一个比较新的国际的这个互动的一个模式 有回到国际现实来说 不管是台湾或中华民国的确面对老共的打压底下 我们在国际的空间是的确比较紧缩的 那今天捷克他愿意站出来 跟我们有个新的模式 而这模式是捷克创造出来的 那中华民国愿意跟台湾愿意接受的 而老共也可以比较模糊式的让他存在的话 我觉得他不次为是一个新的对外互动一个模式 所以今天回到这样子一个两国互动来说 老实讲这样子一个互动 对于双方来说绝对是一个比较好存在 但有一点我觉得也是这个 民进党政府可以去在失利的地方 或中华民国政府 今天捷克为什么愿意跟台湾走来一起 很明确一件事情是 他跟中国大陆彼此的那个经济连接没那么强 好但是那当然他跟他国家的定位有关系 那没那么强情况是他当然比较不会受制于中国大陆 或老共的一个威胁 同样的全世界各地类似国家一定很多 那类似这样去做一个外交突破 也是我们台湾政府可以去做的一件事情 最后再讲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 他捷克这个新的这个准总统 他来他这样子跟台湾互动情况之下 我们要去思考一件事情 过去虽然美国视为中共或中国大陆为一个威胁 但是这种反中的情绪 老实讲过去十年没那么强 但大家会发现 战争之后包含这五年来说 整个反中 那跟中国崛起很大关系 整个反中仇重情绪建立起来的 所以这样子一个帕威尔 他过去是以反中这样的标示 成为他的这个总统情况之下 我们去思考说 为什么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 开始反共反中了 他们不像台湾一样 我们那么近的面临这威胁 但他们都在反对中共大陆 中国大陆的时候 中共的时候 那一定有些原因 不是美国为主导的西方价值 而是他们实际感受到 中国大陆对他们一个威胁 而这样威胁 是不是可以串起一个 比较普遍的一个 联合的一个价值 这也的确我觉得 当然是民进党政府这样做 已经大家很清楚了 这也是我认为 其他这一党也应该去思考 转换一下自己对于 国际战略的一个立场 其实现在不止这位捷克 准总统 他都在推特上直接写了 希望有机会 未来可以跟蔡英文会面 最近也传出一个消息 就是刚才这次议员有点到的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麦卡锡可能会在春天访台 如果真的到访 这会怎么样牵动 美中台的关系呢 我们稍后回来 继续来讨论 四季线上精彩内容 统统免费看 金钟月飞 大唐女法医 无限春光二期 以及搜寻四季线上 点加